蓝天白云 艳阳高照 海面上一大盘装满三明治松饼 还有新鲜水果跟yugurl 无边际游泳池常见的漂浮早餐 已经不够吸睛 澎湖即被倒的食户化身海上餐厅 海上享用早餐实在太特别 游客举起手机就排个不停 一不小心涨潮太快 饮料可能就要偷偷溜走 早餐的话有水果 还有一些当地的早餐店 准备的一些清食 都非常的好吃 我们的速度不快 所以风浪也不大 所以来到这边是很享受的 过去即被岛上的民众 依靠食户捕捞渔获 随着时代环境和渔业产业的改变 食户的功能逐渐适为 棚馆处保留当地的特色 结合了观光和旅行业者合作 推出不一样的深度旅游 上岸还有其他的活动 拿木锤悄悄打打 小鱼竿骨肉分离 剥好的鱼肉可以直接单吃 也可以加入酱油 糖 姜蒜 拌炒过就可以上桌 听老板讲这个鱼竿的由来 然后它的保存方式 跟它的料理过程 然后吃起来就是越吃越耍 夏天澎湖旅游旺季 就要来临了 推出不同的行程 也要让游客有不同的体验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时 锁定八大民善新闻 记得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哦 supp 过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